大家好 我是尚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湯是羊肚菌煲骨雞 羊肚菌無論藥用價值及營養價值都非常高 作用很廣泛 可以增強體質及提高免疫力 這個湯可以滋補強腎 預防感冒 材料有 烏雞一隻 瘦肉 八兩 全部都斬件飛水 烏雞就要把皮 全部剝掉 不要 頭不要 肌肉菇 泡泡 清洗一下 羊肚菌 羊肚菌 今天選用的羊肚菌是培植的 看上去比較好看 野生的 相對來說 野生的 不太好看 但貴很多 野生的 一紙 十個 毛花果 十個 很多朋友問我 為何我的毛花果是黑色的 我這些毛花果是自己蒸曬的 所以蒸曬幾次 所以就變成黑色的 然後把所有材料放入鍋裡 這裏就是6個人的份量 加入大概是5升的水 飯碗就是28碗到30碗的水 大火煮滾了之後 改為小火 煮兩個半小時 這個湯就可以了 湯煮好了 加入適合 加入適合 如果喜歡這款湯的朋友 請幫忙點個讚 剪發一下 謝謝 開飯了 開飯了